我們現在來 那個靈寫 極致聲教序 那這個版本的 靈寫呢 我們用屬於 就是這個小凱的 狼好的筆 那用珠末呢最主要是效果 比較鮮明一點 那 筆毛呢盡量用 比較有彈性的 狼好這樣子 然後呢我是用 根字鐵1比1來寫 最主要呢是 比較連貫性呢 有時候會比較好一點 那這一個鐵子呢 是屬於極致而且是 科本很多一些代筆 的關係呢是 不容易看得到 極致本身當然就沒有 什麼代筆但是 我們在練習的時候呢 因為這是行書要把 有些代筆它沒有但是我們 要想辦法把它寫出來 這樣才能 不會只學到一個字 要學到章法 行器章法這個 比如說這個大字 這個代筆這樣帶過來 這是第一頁的 這是 如果說從編排 這是 這是第二頁的第一行 然後這個 然後這裡都有一個代筆關係 然後甚至這邊勾過來 可以 這凌空的點著一點 然後因為這是科本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的 那個字口不見了 但是我們要把它寫出來 然後代筆過來 這個關係 甚至像這個最後這裡 這個橫畫 帶到這邊這個都有筆畫關係的 這個3呢也是一樣 這個代筆只有在這裡比較明顯 但是這個都可以 表現出來也沒關係 這甚至可以牽過來 也都無妨 那再來這裡停住 這就可以定住 不需要代 每一個字不需要都有代的關係 有時候要停止 那這裡呢 就有一個 一個代 那個 等於中式性的一個 那個入筆動作 然後要知道 王羲之常常這樣子 那這筆畫呢 等一下寫的時候 會再特別強調 從這裡起來 寫這個 勾起來 寫這邊 再來寫裡面的陳 這個右邊 好 這個 很明顯有個代筆關係 那我們盡量就這樣子 有那種感覺把它寫出來 寫這個聖字的時候 然後這個連續 然後再來寫字畫 1 2 3 上來寫這個口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一次就是錄影一排 這樣子來解說 方便大家來觀看 那第一個字就是這大字 大字呢 入筆的時候 它是屬於這樣滑進去 加壓 有點勾起來 把這筆壓下去 然後筆要提起來 然後空中這樣轉過來 加壓 壓一下 揉一下 筆撐開來 再慢慢收 收過來這樣子 好 那收過來 我們說有時候 你這個代筆 可以帶出來 這樣子的 點 點這一點 反正會更好 好 那種感覺 會連貫性 好 那再來這裡 就重新起筆 加壓 加壓 橫畫 側峰 加壓 這邊要出來 然後這個 這個橫畫 好 這邊呢 只要有帶過來的動作 才能接這一筆 這樣子 好 這裡重新加壓 這是糖字 那我們說這個三字呢 接下來這個三字 就有一個連貫的感覺 好 我們用紙稍微壓一下 好 不然這紙會 會太 有點軟 會凹下去 好 這三字我們看 寫的時候呢 有連 有些 連貫性把它寫出來 像這樣子 這邊 當然很明顯 好 這個 過來 那剛剛這個也有 好 不要忘記 那個關係要 時時把它注意住 注意到 好 過來這個 三 張 這個 張子 那我們看這一個 這個入筆的動作 要把它表現出來 好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裝飾 好 這個行書它經常有這個動作 然後過來 然後過來 加壓 扭一下 勾起來 好 這個動作 然後呢 王希致也常常在另一筆 重新寫這個 好 橫畫 好 層字裡面 很輕 寫來 勾上去 加壓 這樣子 然後先寫這一片 在上面這一點 然後這個點 然後這個點 可以是連下來 因為我們錄影 我把它停下來 然後停下來 沒關係 繼續錄的時候 繼續寫的時候 繼續寫的時候 我們要利用 經常有這種情況 筆就從這裡 當然不用重新再壓 從這裡這種感覺下來 這是行書常常用大的方法 好 這裡也是斷掉 但是我重寫就是從這邊 連繼續寫從這邊沒關係 我們說這一筆 直畫先 然後這裡再一個 短的橫畫 連續動作 加壓 勾起來 右邊寫這個 口字 好 這邊有 出來的 這個出封 出來就是要接 這邊 這個 王的第一筆 第二筆 第三筆 這樣子 好 這樣連續感覺會比較好 然後再繼續寫這一個 聖字 叫字 好 叫字呢 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裡 當然 相對的位置 今天還是要一樣 但是我們連貫性 要特別把它表現出來 像這個 這個連貫性 要把它寫出來 加壓 逆 筆 撇出來 好 裡面的這個值 要注意這個 連續動作 加壓 上去 折一下 好 這 做出那的效果 好 這當然沒有代筆的 好 不可能這樣 這樣會很醜 所以呢 就 重新 齊筆寫這個 序字 聖教序的序 好 然後可以看到這個 字口這個很尖 我們就照著把它很尖 但是這代筆那麼明顯 當然要寫出來 好 然後一個 弧線 加壓有勾 勾起來的 會大 那這裡再來 勾起來 加壓 起來 這樣子 然後向左 勾出去 這個是 這種寫法